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完整個CMOS前段至少後段至少當中會用到的鋪墨 讓大家介紹到 所以IL10基本上都是使用R-Sign 而因為已經有CMP了 所以就不需要使用PSG跟BTSG了 因為它是偏淡化 就不需要用加熱的載入肉 而是直接摸就可以了 所以就不需要 而只要你是用CMP再摸 你如果害怕會傷到下面的材料的話 你可能可以使用NITRINE來當作CMP的阻擋層 但是如果你使用LVCP-3 它是要當阻擋層配的CMP條件是什麼 LVCP-3是導溫 所以它不能夠用在後段 所以只有前段的CMP阻擋層 像是STi V8才會用到NITRINE 而後段就不會用到NITRINE 因為它並沒有把它摸完 它只是把它摸屏而已 並不是要把整個R在摸到底 並不是要整個R什麼摸到底 它只要把它摸屏就夠了 所以就後段就不太需要 這個就不太需要這個氮光系 而且後段製程盡量K級越低越好 決定K級越低越好 並且電路的速度會變慢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使用PCD 都是使用PCD 而PCD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有POWER來控制摸摸的經濟 那還有阿彩的就是建議 還有決定建議阿彩的單層之間叫 R-C-NITRINE 蛋氧化系 S-I-O-N R-C-NITRINE 簡單來說就是 它是系氧化後裡面拆一些蛋 蛋的濃度比較少 它還是以阿彩為主 它是以阿彩為主 它含含部分的少量的蛋 它是怎麼做呢 它是用鎖類加N-O-O 然後再加一些排氣 它主要是靠這兩個 只要用鎖類在N-O-O 變成R-C-NITRINE 但因為它是PCD 所以呢 裡面可能還會 還是會含部分少量的晴 晴在裡面 它成績出來就是R-C-NITRINE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的蛋的比例高一點 如果今天想讓蛋的比例高一點 你可以怎麼做呢 S-I-O-NITRINE加N-O-O 你還可以加什麼 加蛋器 因為再加蛋器 打出來的蛋 你只有一個優點多嗎 所以如果 今天如果你是S-I-RINE加阿摩尼阿 加N-O-O-O 出來的就是 奈船 那如果是加N-O-O 出來的是R-C-NITRINE 還一點蛋 那如果你要蛋黄一點 就再重什麼呢 再加N度的氣氛機區就可以了 空輪圖打成自由氣候 那PCDE裡面呢 TILS是最好用的 因為TILS的階梯覆蓋力 它的表面的牽液率高 百分牽液率高階梯覆蓋力 所以它的接近填充能力也好 從我剛剛講的製程當中 你會發現到 什麼時候會考慮到填充能力 第一個 STI STI是需要填充能力 第二個MOSPAN做完之後 因為現在原件很小 現在原件越多越小 STI的快度這樣 Gate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長 再來是什麼呢 你要做SPACER 雖然你不需要填很扎的洞 但是你需要階梯覆蓋力好 所以在我們剛剛介紹的製程當中 需要好的表面牽液率 需要好的填充能力 需要階梯覆蓋力好的製程 STI的填充 再來是什麼呢 SPACER的Rsign 在填充的時候 需要階梯覆蓋好 它叫什麼呢 NITRA在填充 也希望有階梯覆蓋力越好 它不希望出現你勞出耳朵 因為一旦出現你勞出耳朵 它就能夠後續的一支支撐 所以需要階梯覆蓋越好的 就會使用PE-Tios PE-CVD的Tios 剛剛介紹過 Shadow Trash來說 能選填充的R-Sign 還有呢 Pyro Spacer的R-Sign 還有就是 Compate H3 Layer的NITRA 都需要有好的階梯覆蓋 可是如果你使用PE-CVD的話 Tios要裂解 它要的溫度 基本上會比 Sylen加O2還要更高溫 因為Tios是長鏈狀聚合物 長鏈狀聚合物 你要把它裂解 需要的溫度會比較高 反而是C1 SH-4 矽清界很弱 矽清界很弱 它其實只要 5-600U做完 就可以裂解出一支一支出來 所以Tios溫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用Tios 基本上都會使用PE-CVD 那如果你要用PE-CVD 就會高過700QC 就會高過700QC 那Tios的好處就是階梯覆蓋率 階梯覆蓋率很好 或者是階梯 是為了要降低它的 載流動 我們讀貴的平檔光 但現在平檔光 已經不使用這種高溫載路了 可是FsG就不同了 FsG是怎樣呢 你曾經阿載的時候 載通一些佛的氣體進去 打成佛的自由基 但是不能太濃 它是含有佛的SiO度 但是佛如果一濃 不要忘記了佛離子 Silic block佛離子 會變成SiF4的氣體 反而變成SiF4 我必須要使用很小量很小量的F4 使得它不足以讓整個氣體會發亮 還可以沉積阿塞國墨 並且裡面穿F4 為什麼需要留一點點F4 因為它可以降低BideH constant 降低接連強數 它可以達到LowK的效果 FsG可以達到LowK的效果 但是缺點就是F4這個東西 你知道你吐字不好 它其實原本上是毒藥 你把它剛堵藥來吃 你吃不好還能堵藥 因為它本來就很毒阿 佛這個東西有物質性很高的 所以會使用FsG 是因為要降低接連強數 我也要記憶 剛剛什麼呢 降低接連強數 降低R-C-Tilay R-C-Tilay降低的話 你的晶片的速度 就可以再進一步的提升 那FsG用的是什麼呢 它是TOS加O2加上這個FTEX 就是佛系 然後呢 OC2H5 這叫做 三儀夾肌系佛棒 這是四儀氧肌系完 那這只有三儀氧肌 那這只有三儀氧肌 佛系 那這兩儀氧肌 就可以變成SIF 嚴格說起來是靠它 因為在裂解的時候 主要是裂解C度H5 那流下來的就是佛系氧 這樣子 那在GOS的話 主要就是怎樣呢 把佛的濃度壓下來一點 或者是如果 含量還太高的話 它一樣會變成 會讓C變成7萬5 所以你會看到 就今天的常數而言 R3K只是3.9 FsG的話 可以壓到3.2到3.8之間 逢越多越低 但是確定是 它可能會變成10顆或是7萬 或者是7萬的副產 不見得會這麼多 佛太多就變成這麼多 也是因為 SIF4是7體 SIF4 佛化系是7體 所以希望佛多一點 這樣子 可是SIF4就是其他 就變成7體 變這樣 那再來就是 FsG的表面欠韻 填充能力 會比 Tios的還要好一些 所謂的USG 其實這U就是UNDOP的 沒有殘障的 就是除了在SIF4 所以USG 其實就是UNDOP的SIF4 UNDOP的SIF4 其實就是SIF4 那它只要對比誰 對比於BSG PSG BPSG FSG 相較於它而言 它是沒有殘障的R3 就叫USG 所以一般只要加上USG 按照就是沒有殘障的R3 那前面介紹過還有另外一個 乘積 前衝的R3 就是HDD HDD TBC是怎樣呢 我一邊乘積 然後又怕這個動態小 一邊10顆 然後再乘積 所以你會看到 我會乘積 10顆 乘積 那再乘積 乘積 在10顆過程 開口的打蠟 開口一開 就越容易乘積 所以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 旋突的問題 這就是 乘積 10顆乘積 那它怎麼做到呢 那基本上呢 它的這個機台 是一個 MARCHI TUMBER 多槍體的機台 WAVE 從外面 機器手臂抽進去 因為前面講過 PECBD 是一個低氣壓的製程 因為電章也是要在 低壓的環境下操作 那低壓的話就需要抽真空 抽真空的話 你的製程速度 就比較慢 會需要時間嗎 晶圓送就需要抽真空 好 那這時候就來了 反應的槍體要從真空 而且之前 你跟各位介紹過 10顆的槍體的真空度 會更膩 10顆的氣壓會更膩 薄薄沉筋的氣壓 反而還比較高焰 那你要抽氣就需要時間 所以你從一大氣壓 要往下抽 需要時間 那要怎樣才可以縮短 這個抽氣時間呢 就要使用這個Lowlock系統 Lowlock 我們要使用這個Lowlock 什麼叫Lowlock呢 Row就是負載 承載它 承載它 承載是比較鎖住 變成什麼呢 我的反應槍體 有好幾個 Tremper A Tremper B Tremper C 都在低氣壓操作 外面是一大氣壓 外面是一ATF 但是裡面都是低氣壓 你要從一大氣壓抽到低氣壓 花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怎麼辦呢 我就補硬 怎樣呢 我的晶圓 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中間這裡 我先抽一個中等的低氣壓 中低氣壓在這裡 而這裡面都維持低氣壓 使得我晶圓要放進去的時候 要放到整個系統裡面的時候呢 這個氣壓沒有那麼低 所以它要到一大氣壓 那從一大槍抽到它 會比較快 會比較快 所以呢 它就先放到這裡來 它這裡放進來 然後抽之後呢 再把晶圓抽到這裡來 那這兩邊的氣壓差 就比較沒那麼大 就等於是兩段式的壓力長 兩段式的壓力強力 就好像你要進入到很低氣壓之前 有一個中等的氣壓讓你進出 使得這裡的氣壓變化量 跟這裡的氣壓變化量 不至於差異太大 好 因為你看 如果從一大氣壓 抽到這裏的氣壓 的話的時間會比較適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機器手就會看到 這裡是抽真空 但是這裡更是高真空 這裡的真空度會更高 這裡面的真空度更高 這裡面的真空度更高 這裡面的真空度重等 然後外面是一大氣壓 所以機率要進出的時候呢 如果是從這裡面要出來 就是把這裡的氣壓變化量 但是需不讓他一大氣壓 不用倒一大氣壓 他只要看到跟他一樣的氣壓 這個槍一門門門就會打開來 然後機器人就會進去 把片子拿出來 然後這裡就不關起來了 關起來之後就說錯了 把這裡的氣壓跟這裡的氣壓隔絕 然後呢 再從這裡呢 再把這裡的氣壓提高 提高到一大氣壓的時候 這裡槍一打開 直接再拿出來 那機器人再放進去的時候再抽 抽到這跟這個氣壓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的槍體再打開 其實再放進去 然後這裡呢 好 手一收出來的時候呢 槍體一關 這裡就抽真空 那這時候抽了真空 就只有一個小槍體而已 因為抽真空的槍體很小 所以他要抽到抵壓 比較容易 所以盡量都會讓槍體越小 越小越容易抽真空 抽真空越壞 所以就會變成怎樣呢 就會產生這種multi chamber 多重槍體的PCB的氣壓就出現 每個槍體都很小 騙子 他剛好就是只比一個騙子大一點點而已 那他抽真空就很快 所以要抽很高的真空 叫給他去做 他可以抽很快 因為他槍體一下 反而是 一些比較大的槍體呢 他的重度就不要太低 因為他太低的話 他速度就慢 就變這樣 那既然如此的話 每個槍體都有每個槍體的任務 我可以分別成績 一個槍體成績阿塞 一個槍體成績哪一船 是比較多的配備 比較常用的就是 一個是否阿塞有 一個是否耐塞成績有 同時我也可以有一個否 耐塞10顆 一個否阿塞10顆 一個否耐塞10顆 就是多重槍體的好處 多重槍體方便管理 有一個槍體 裝成績阿塞 一個裝成績阿塞 一個裝成績 一個裝成績耐塞 一個裝成績耐塞 那我就可以怎樣呢 送進去成績 打出來送進去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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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進去10顆 10顆完再送進去再成績 發現一連串的程式 電腦就自動幫你做好幾次 做完之後呢 你就等等 回來受騙了 去四個打開回來 他就做完 一連串的 成績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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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10顆靠的就是什麼呢 劍度 就是物理猛擊 馬黑圈的10顆 電腦的猛擊 他就是什麼呢 第一次猛擊 你原本會有懸突的地方 統一的角度 攻擊的時候 平面的地方就是統一的被轟爆 突出來的地方呢 一轟 就會從斜角度的散射出去 馬上就把你整個角度消掉 突出來的東西就會消掉 所以 劍度10顆 就是離子轟擊 單純的物理10顆 它造成壓離子 因為壓是惰性器 比較不會產生化學反應 並且壓離子的原子序也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不會產生化學反應 但是呢 10顆速率也不高 不過這個可以靠 你的電降的濃度 因為 HTP7E是高 高密度電降 但是因為它在低壓的情況下 要操作 需要加上磁場 才可以維持什麼呢 電降的 弧度 好 所以呢 就會使用這種 接氣開口傾斜 使得後續成績更容易進行 空洞的填充 因為你原本快要填起來了 我就10顆 把腳步打大 我只要一時刻 懸固的地方就被烘掉 那腳步就打了 原本它快要把 左右兩邊的懸固快把腳步封住了 一時刻把它烘出啊 好 然後腳步用很大的 會繼續提安 成績去 所以 RF號越大 死空氣的能量 都會增加 所以增加RF號可以增加10顆率 好 這個我們在電降制程的時候就介紹過 好 好 那這是電降熱氣台 好 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PCD沉積的時候 你會看到 沉積完 火鍋很厚 但是這裡的開口就很小 你看這裡的開口就要尖銳一點 把它烘下去 然後拿去烘10顆 就把這個開口打 烘大 大家在烘的過程中 火鍋又會變薄 但它可以讓腳步 變大 然後呢 越烘 你會發現到 越突出來的東西 烘得越多 越平安的地方 烘得會越少 所以變成一開眼形狀 有高有低 越烘 因為 腳步越大的地方 弧度越大的地方 烘得越快 所以一直烘一直烘一直烘 欸漸漸的就可以越平安 越來越平安 好 越烘表面的形狀就會越平安 因為突出來的地方 會烘得掉 所以越烘就會 越平安 越烘越平安 這就叫做平安掛毀10顆 但是目前的平安掛 基本上 烘就是用來打開口 讓你可以填充 只要你都填充完 多出來的地方 基本上 不會去使用 很平安掛毀10顆 空氣優 會造成什麼呢 晶圓的損傷 如果你烘得太強的話 好 好 歐重的Tios 是在增加量區域性了 補幕在成績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裡面的化學 激量不足 比如說SR2 你的洗澡可以癢 可以癢 那TCD因為是在低溫 加寒雲 所以你沒有太含更多的氣 甚至還有很潛力 可能沒有完全的跟氧 產生完全的間諜 說穿的就是什麼呢 氧含量比較低點 那這時候呢 餐點氧氣進去 比如說歐洲 但是TCD需要歐洲嗎 歐洲製品 歐洲製品 大概15家 他平時都可以練習出這樣 什麼東西嗎 我有店家想買這麼貴的歐洲嗎 我有店家想買歐洲 買歐洲就好 我買歐洲 我把歐洲到槍體裡面 店家大人 養個自由就出來了 對不對 臭氧比較貴 氧氣便宜 氧氣到處買就沒有 對啊 所以基本上 他小歐洲 但是窮一點 用歐洲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活物品質好一點 你在TCD 比如說你用TOS的時候呢 你可以加一點氧氣進去 因為他可以增加氧的濃度嘛 增加氧的濃度 可以讓你的活物裡面的氧含量 至少充足一點 因為低溫的活物的成績 氧含量都會比較缺乏一點 氧含量都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會加一點氧氣 所以在反應的過程中 加一點氧氣進去 可以擺上濃墨的品質 那所謂的臭氧產生器 你其實說叫做臭氧產生 不如說 氧自由氣產生 其實說穿的就是氧氣拿進去 拿給人家 就變成氧自由氣 而所謂的臭氧說穿的就是 O2加上一個氧自由氣而已 所以就好像我前面講的 所以就好像我前面講的 所謂的氧氧 現在氧氧在那裡摸水進去嗎 看到你拿水裡面打死了 趕你拿水跑去 所以這都只是一個意念而已 實際上這個模式 現在來講所謂的氧氧是拿水 是O2加H2 長出來就叫氧氧 而不是真的拿水了 現在完全清化 而現在所謂的臭氧 半島裡面講臭氧 這是拿O3不呼籲來嗎 基本上也不是 他只是把你養的自由氣產生 就叫臭氧 養自由氣就是 要說早期觀念的臭氧 對我們來講 對半島自然來講 要的就是養 要的就是養自由氣 不然臭氧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有不能拿來吸 有不能拿去大氣層 那怎麼辦 我們要臭氧是為了要養的自由氣 所以要的自由氣怎麼產生 O2的變強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所謂的很多的臭氧 臭氧 在半島自然裡面其實就是養的自由氣 而且可以看到氧氣大便將產生 這個樣子 所以只要氧氣通進去 大的自由氣 部份的自由氣再回去跟氧 結合的時候 就會產生所謂的臭氧 那通常會吸收到臭氧 或者說氧自由氣 最常最需要用到的是在哪裡呢 光阻去除 我們前面再講到時刻張帝的時候 光阻要去除 基本上 最常看到的三種方式 第一個 直接用硫酸 硫酸加酸水的SEM 直接去除光阻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硫酸同時也會去除金屬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原件下令 你既有金屬了 你就不可以用硫酸 否則你的金屬會被硫酸 被吸收到 好 那如果你既有金屬了 不能用硫酸 還有兩種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第二個方法就是使用 O2電槳 兩電槳裡面的氧自由氣 氧自由氣就會跟光阻產生反應 光阻就是一些碳氫化物 碳氫化物 碳氫化物 然後就變成CO CO2 OH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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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瘤 會發瘤 這是比較常見的 還有第三種 是什麼呢 秉銅 秉銅也可以去光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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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將光阻放到秉銅裡面 秉銅也可以去光阻 那這三個裡面哪個效果最好 如果你的光阻 你的光阻 一般啊 一般我們要光阻 通常上光阻 下一個就要幹嘛 通常圖案發生成 當你圖上光阻之後 你下一個步驟 有怪物的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石刻 第二個就是粒子複製 而所謂的石刻 一般現在都是有幹石刻 叫做 就是會有離子宏起 所以不論是離子複製 或者是乾石石刻 它光阻就會造成到離子宏起 那離子宏起 離子是高能量的離子 宏起完之後呢 離子的能量就會施放到光阻上面去 那它就會升溫 那光阻就會被更固化 更固化之後呢 它的化學反應力就會更弱 因為它焦掉了 它好像光阻 你說它就是光阻會被打到燒焦 燒焦之後 你再去用丙銅去溶進 就不好溶進了 因為它化學活性就很弱了 因為它已經變質了 它已經變成碳了 它已經快變碳了 那種感覺 所以這時候呢 去除效果最好的是陽電降 陽電降 因為陽電降的化學活性 就很好 可是如果 你還是用硫酸跟用病酮的話 不見得卻掉 像我之前就有過例子是 我的晶圓 上個光阻 塗外暗化之後 它打離子不止 離子不止打回來之後 光阻顏色不變 光阻顏色不震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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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之後呢 你再把這個晶圓拿去 泡流酸 不見得泡得掉 不見得泡得乾淨 可以掉 但是不見得乾淨 我反而變成這樣呢 如果我的光阻是硬烤完 拿去打離子不止 回來後 流酸就洗掉 所以我反而必須要怎樣呢 我破完光之後 軟烤完我就不硬烤了 拿去打離子不止 你畢遠 你越烤越硬嗎 你如果硬烤 拿去打離子不止 回來後 光阻就 就只能用兩邊這樣去處理 這樣 但如果你的光阻是沒有遭受到物理攻擊的話 你用流酸跟餅都秒殺 所以秒殺就放下去10秒內 它就溶解 那一般我們球細體 流酸一洗下去都泡了10分鐘 光泡下去 就在軟動的30秒 一分鐘裡都乾淨 好 前面講過整個VIRSI RCA Clean 任何一個酸 任何一個水沖 都是5分鐘 4分鐘起跳 好 社會考過 RCA Clean的步驟跟時間 有沒有 DIY的要沖5分鐘 泡酸要泡 4分鐘 好 這裡就倒出一個笑話 好 就會想到 欸 媽媽養了一個兒子 我跟電子手去辦到底時間 做實驗 好 放假的時候回到家 欸 小明你趕快去洗碗 好 小明就麻煩到廚房去 一開始就開始有洞殺 走 他媽就在幹嘛 沖水5分鐘 馬上的巴蕊 那浪費水對不對 就是這樣 其實概念就是 家人的概念 完全不一樣 他就認為 欸 碗拿過來要死 先沖水5分鐘 走到開了就沖 這樣 喔 喔 喔 這個Stay cover 你看到 Tios加了癢之後 這個臭癢 可以增強他的表面前衛 可以讓他的階梯覆蓋更好 所以 Tios加癢之後呢 會增強他的階梯覆蓋 你確定看到 哇 這個平面的地方 跟側面的地方 跟厚度幾乎一樣 喔 完美 完美 就希望可以達到這樣的結果 喔 所以用在哪裡呢 STI的多少填空 現在填空呢 你需要最好的就是 STI的填空 喔 尤其現在衝到了 七彈 FINFET FINFET的事情 你也介紹過 他其實就跟 STI的製程是 一樣的 喔 所謂一樣的是什麼呢 喔 就變成 這裡是間線填空 可是這裡就是 FINFET的圈 而圓件圓件之間 越來越長 這個空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呢 要填空就越來越不好填 所以填空考驗度高的 一個就是 剛剛講過 STI的填空 那VPSG跟VPSG 現在器的上面 是什麼在用 說穿的就是怎樣呢 Tios再配TDB 或者在GIN 配什麼呢 TPO這種 就是含有磷的 或者是含有紅的 喔 養肌磷酸 或者是 三一養肌紅 三一養肌紅 這是三一養肌紅 這個是三一養肌紅 這個是三一養肌紅磷酸 這樣子 那現在基本上 就比較少去用它了 好 而且呢 絕大部分啊 半導體材料裡面 半導體系統當中呢 含空含冰的東西齁 基本上都有 基本上都有 好 所以要小心 好 不要小心 每次要多喝牛奶 如果我們常在做實驗的話 出完了後呢 酒多牛奶 避免你可能在裡面吸到什麼 你也不知道 多喝牛奶 可以開一塊 好 好 那還有一種呢 薄膜的成績方式呢 除了CVD之外 還有我叫做 Spin-on-realized SOG 那 SOG 基本上它的製程 就跟光輔塗布一樣 這次也介紹過 就是加你要成績的 薄膜的材料 先溶解 找個適合的容器 化學系跟材料系都會做這種 尤其是材料系 很多的做這種體重 就是我今天要形成薄膜 我薄膜的成績呢 靠的就是用塗布 我先講 我要成績的薄膜 比如說 阿塞 我先讓阿塞融在容器裡面 變成液體 變成液體 然後 很粘稠的液體 然後呢 使用光阻塗布相同的 Spin-coaling coaling到其他表面 再加熱 我把所有的容器給 蒸發掉 就會留下來 固寒活膜出來 這個就叫做 Spin-on-Galaxy的技術 Spin-on-Galaxy的技術 那 Spin-on-Galaxy的技術呢 應該講 有人把它想到 用在WSI上 但是說實在 現在WSI 街 它講不出來利用器 有什麼都可以成績的很棒 就不太需要用到它了 因為它有缺點是什麼呢 你用這種 補貨的補法的話 第一個缺點是 通常補貨都補貨 但是一沉積下去呢 我把第一個 滿厚 第二個 品質不太好 也就是怎樣呢 它沉積穿的 補貨的補貨 補貨的補貨 會有很多的孔心 或者是說 它的密度不會很高 它不會很致命 它的補貨不會很致命 它底部就是 比你露出來還好一點 就好像 你只是穿一層補紗 但終於沒有穿衣服好一點 它就是一層 品質很差的補貨 品質很差的補貨 那一般會使用 細酸鹽的材料 或是細芽軟的材料 然後使用乙醇 或者是銅類 把它融起 然後在旋徒上去之後 加熱蒸發 要記得 有機物的 有機物容易違法 辦好理實驗室裡面 最常聽到的有機物 就是硬醇 病酮 之類的 吸多了 會影響之力的發展 也會影響到 會發生那個 部分的能力 所以 要 多喝多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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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Speed of gas 用的材料 絕大部分 就會使用像這種 或是這種 這是細酸鹽 這是細酸鹽 R 就是一些部分子的東西 不用管它 那最後 最後加熱會變化 不要管它 你也聽掉 那Speed of gas 基本上很少用 這個技術很少用 你們看到 通常是用大桶 複雜的東西 當今天呢 你填不進去 你很難填 你就是Speed of gas Speed of gas Speed of gas 摸墨 頭部上去之後 孔孔 然後呢 加熱固化 固化它之後呢 再回食喝 就是用 前面講句嘛 回食喝這樣 你越不平暗 我越回食喝的地方 越突出來的地方 食喝的都會越過 所以越食喝就會越平暗 越食喝就會越平暗 所以 食喝完之後呢 你只用成功的地方要回 所以 有時候Speed of gas 並不是說 我要用整個黃色薄墨 來整個盪覆蓋的 不是 我通常只是拿它來 補這個東西而已 我只有這個填不進 越苦笑 用Speed of gas來用 補完之後 外面還是要用 堅固的東西 我意思是要用PCE去把它封吸 這只是確保它們的空氣封吸而已 就像塗牙有沒有 你就只有這裡 這裡塗掉 那東西很難塗進去怎麼辦 塗掉 現在 現在你有塗牙都這樣了 都會直接塗藥塗上去 然後貼個陣子後 再用上面才要封上去 這個支撐給我去年去看壓力的經驗很像 現在都是直接拿腰塗上去 孔氣填進去之後 用UV光固掛 然後呢 站穩 然後這樣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Speed of gas的功能 是用來填很難填的孔氣 但並不是用來取代傳統的活摩層機 因為它知道它的品質不好 所以它不會把它拿來當作整個覆蓋層 它是用來填這個很難填的孔氣棒 外面的覆蓋層一樣還是要用VC去填 所以你知道它的功能只是為了去填很難填的洞而已 不好填的交給它的田園 它很好用 但是現在 我們曾經講過 HTBCD已經發明 已經發明出來了 TOS這些材料都找出來了 甚至連耗的表面簽域高的材料也找出來了 就不太會需要使用SOG了 不太會使用到SOG 因為現在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SOG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很容易會產生汙染 然後離子汙染 或者是破裂 或者是剝落 或者是在加熱的時候 有殘餘的容器會繼續出來 如果你前面加熱不夠 使得它才有殘餘的容器 沒有完全的揮發出來 你後續在做的過程中呢 這些氣體反而會忘了 反而會使得或是影響清智到你 後面覆蓋的物質 所以SOG一定要小心 現在沒有散彈製程 基本上很少才用它 所以最常用的還是用這個 你真的要填就是用HPC 成績10顆成績 成績10顆成績 就可以填到 只是它需要用它兩個槍體 兩個槍體縮穿就怎樣了 畫情就變成了 在RT部分裡面 老闆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前人解決的都不是問題 因為絕大問題的問題都是 你買來還解決不了 你就要想辦法去找發 買起來就能解決的事 問題都是小問題 就好像三星有沒有 氣態也做不出來了 所以怎樣 我就等EUV EUV來了 該不會就解決了 那台機就覺得 在我一樣的幹嘛 沒有EUV來要解決 所以一開始 iPhone X 就是逼著DRIVE 台灣人的無性 台灣人的智慧 台灣人的創意 即使沒有EUV 也做出青難你了 iPhone X就出來了 隔年 比如說今年 iPhone 今年是iPhone 11嗎 iPhone 11 iPhone 11還是青難 但是就開始使用EUV了 開始使用EUV 就輕鬆一點 就使用EUV了 所以 就知道 錢人解決的都不會是 因為EUV之前講過 一年產不出錢 他比Masalati還難買 他比超跑還要難買 他比超跑還要限量 還要貴 各大公司想要買 還買不到 所以你要只要產品 比較快買得到插隊呢 就是成為他的服務 你就變成他老闆 這就是為什麼各大 半導體投資 都要入資 投資 ASML 為什麼 你投資了 你也是半個老闆 你也是入購了 買機台 你可能會看比較快一點 這樣子 好 那接著 在電量的當年講 介紹過 我們說HTVCVD 就是有EA ICD兩種 這些都介紹過 我們需要來介紹 那HTVCVD的 阿骰 其實只要是阿骰 或是耐出來 只要需要用到 細的來源 絕大部分都是使用 細碗 塞類 那只加O2 就是on-goal的 SIO2 就是所有的UFG 然後呢 加PH3 又加了0 打進去之後 有電量就會成為 韓0的細化碗PH 那如果是參否呢 就是打SI4 通進去的話 就會變成FH SI4加上O2 變成FsG 好 所以只要是CVD製成 細碗是很常出現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開了一個 賣氣氧的公司 賣化學賣氣氧的公司 你會看到 半導體公司的用量 非常的兇啊 對不對 氮氣 氧氣 細碗 各個就是每天都在 當空氣一樣在吹有沒有 一直要用 一直要用 所以像很多 如果在 如果在 如果我回去 遠區 散步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一種 很大的車子 有沒有 化學車 就是有很多 藏統 藏統的 上面就寫著 某某氣氧公司 有沒有 哇那個氣氧真的是 要填滿它的氣氧 取長槽 就需要一顆 過貴的車子 把那個氣槽 填滿了 因為整間公司的用量太大了 所以一照 跟這些大公司簽約 哇 就是這個大公司的專門 你只要把你氣體的品質 就一直 放它的功能上 基本上 這些辦的理工師 一旦公司 確定了 不太趕快 也不太容易去壞 因為一旦壞的話 又做失敗了 他怪什麼 誰敢做的時候 決定說 我覺得B公司比較好 B公司我們今天量產啊 它的材料都已經拿來用了 今天我說 我要換材料 我想要買個牌 趕快買B公司 一般辦的理工師 不改名時期 做這種事情 一旦出事他辦不起 他頂多說 那部分產品 用另外一個實在看 他只要確定 這兩個都可以互用 互透 他才敢 奧換部分買B的 這樣子 否則一般 他只要A確定能用 他就用A的 因為誰曉得 蠢度差一點點 我也差 對 你看這個HTBCD 邊層機邊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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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因為一邊層機邊試科 所以這個肩腳一直維持沒變 因為一直被削下 反正怎麼會怎麼放在地層機上去 就這樣 所以 因為 HTBCD跟B系列缺點是什麼呢 HTBCD雖然很好填控 但是他的填控能力好 是因為他的原材料好嗎 並不是喔 再講一次 HTBCD的填控能力很好 他的填控能力很好 不是因為他的原材料 表面前一定好 是他會 10顆 把開口打開 所以 HTBCD的沈浸能力好 是因為 你還給了他10顆的能力 10顆打開口的能力 讓他填進去 可是他缺點就是什麼 你又要成績 又要10顆 傷你1000字損8萬 所以這樣一個輪迴 你的成績速率就很慢 所以HTBCD它是有10顆的能力 他可以有好的填控能力 因為他可以把你開口打開來 但他缺點就是慢 成績速率慢 所以當你的孔洞都填完之後呢 上面的成績就不會再使用HTBCD了 給大家看 我會在成績的時候 開始成績 成績 成績完之後呢 孔洞只要填滿了 比較深規色就是用HTBCD層級上的 欸 洞長也填滿了 沒有填控能力 就趕快使用成績速度快了 比CDP填這個下去了 好 所以千萬不要讓我認為 那好的東西 究竟什麼算能用 在機體電力製造的過程當中 時間就是今天 時間要用金錢來買的 各位 今天蘋果手機賣的好 Apple打電話來說 我還要再加產能 抱歉 部分的產能已經變成 給8顆爆去了 我今天有四條閃線 我今天做蘋果可能只有七條 我有兩條給8顆 一條給NVIDIA 我給其他的產商 因為基本上不會全部給同一家 我不會給公司給同一家 即使他的價錢比較好 也不會 因為這是保險問題 然後你突然開給他 結果蘋果一賣 被大家賣單了 罵翻說不好用 銷量下降 他馬上測單 那你馬上就一條線通了 那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在商店的考量裡面 你的生產線不會全部自爆一個產品 你會同事讓回一個商店 可是這時候就來了 我今天需要那樣 我的iPhone11賣太好了 我的庫存不夠 我要加產線怎麼辦 我要改時間 拿錢來 就加價 用錢來賣產量 這就是賣產品 這就是新聞報道他自己的影片講 當你要把產能開區塊的時候 你要用錢去賣產品 所以 在旺季的時候 你想要加量 你就要更高的價錢 淡季的時候呢 就還好 反而我還不便宜給你 因為淡季的時候 我這條產線 我的利用率不高 那我說那我便宜 便宜一點幫你做 要不要 你如果要 你就算便宜一點 就這樣子 所以 每一道步驟都有經過 深思熟慮 既要達到前衷的利好 又不想要損失太多的時間 如果放到一班學生 或一班學生 或一班學生 舞蹈工程師都會覺得 這好用嗎 我就一次到你這HTBCC 成績上來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分兩步驟 但你這樣做 你已經花的時間要長了 你可能要花三個小時 那又分兩步驟 這一定一小時 過完這只要三十秒 或只要一分鐘就做完 過完就省半小時了 而且前輩講過 經濟業務制裁 就是一堆的補播成績 10顆補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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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成績上數十次的成績 而且每一次 你看一盒經濟有25天 每做一體貨 他都做25次 你每一個省30分鐘 哇25個就省多少時間了 晶圓在線上 在線上跑的時候 就好像火車載他一樣 客戶越緊 他就會變成自強號 客戶越緊 他就會變成電電車 自強號走的時候 電電車就在旁邊 各位有做的電車在那邊 自動運動 都已經到了 可以過了 可以開到下一個戰時 然後運動 就突然間旁邊 才自強號過去 人家花了錢 所有的車道浪 他是高等級 在經濟廠裡面 貨在跑 每一區貨都有它的等級 等級就是它的重要性 重要性 所以今天蘋果炸大錢 我的貨全部都要變成自強號 那就變成等級1 RT1 那其他人就等華麗兔 甚至不太重要就是3 4 甚至還有我 有沒有 但是你們知道 人是非常實際的 靈命就說1是最快的 可是有人就覺得 有的客戶就說 更快 更快 怎麼辦 給你補幽馬好不好 但是 牛馬其實就等於自強號 但是 牛馬遇到自強號怎麼辦 不是同期啊 所以這時候又來 又要出現所謂的 VIP 比 比轉型更高 就是VIP 比較像韓劇有沒有 比VIP更高 VVIP 無聊啊 你看就是一直在加 好像等級比較高一點 有沒有 從那個 那個 VLSI有沒有 VLSI VLSI SLI 這種之類的 就在憑正名詞 好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好嗎